亲爱的家人们平安 这段时间让我们持续借着40天的祷告 更深与神对齐回到起初的爱 今天的主题是忠诚团结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25章1节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我要称赞你的名 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 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忠信诚实在原文是信实忠实 而负面就是出卖背叛 不顺从抵挡之意 经文提到因为神所行的奇妙作为 证实祂是信实的神 有可能弟兄姐妹你会说 我知道神是信实的 但我常常被别人出卖背叛 我也曾经失信于别人 叫别人失望 然而今天神说 我们纵然失信 祂仍是可信的 因为祂不能背乎祂自己 当我们进入到第28天的悔改 祂仍是可信实的神 我们需要重新把自己交给神 让信实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的事 因为我们所行的 正在向周围的人表明 我们是不是一个别人可以信任 交托的人 当摩西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时 只有约书亚加勒选择向主忠臣 他们两个人对百姓说 神所赐的那地是牛奶与蜜之地 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我们看见约书亚和迦勒 在面对众人要拿石头打死他们的时候 所展现出对神和领袖的忠诚 约书亚和迦勒因着团结 更勇敢面对众人的恐吓 这样的品格使迦勒得着神的称赞 神说迦勒另有一个心智 当众人都不能进去应许之地 神说我要把迦勒领进他所踏过之地 当保罗第一次出去宣教 他带着马可 在遇见困难时 选择放弃逃跑 不顺从领袖 对保罗来讲 第二次步道 他无法再信任马可 于是他带着希拉 当他们被抓 关在监狱 希拉没有背叛逃跑 出卖领袖 而是跟着保罗在狱中 大声的赞美神 在捆索中 向着神和领袖忠诚 选择与领袖站在一起面对 神使监狱的门和人心都打开 锁链全都断开 敬足全家都受洗了 这就是信实的神 所行奇妙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神的管家 神所求于管家的 就是要有忠心 向主清纯诚实 这时候 我们有一点时间 安静在主的面前 让圣灵来光照我们 是否曾经因自己的软弱 害怕或利益而出卖 背叛过别人 向神 向人 我们施信被约 失去了与神的美好关系 也失去了别人 对我们的信任 求神赦免饶恼恕我们 今天再次的帮助我们 回到起初的爱 求神借着这四十天的祷告 塑造我们 向神 向领袖 有忠诚的心 也帮助我们在教会 小组 家庭 职场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并愿意在群体中 学习与人团结合作 也为台湾祷告 主啊 你是我们的神 愿你赐给在上掌权者 有颗对国家忠诚的心 热爱人民 祝福台湾 虽然有许多派系 和不同看法 却因着爱这块土地 愿意放下旗舰与对立 团结在一起 好让信实的神 持续在我们国家 行奇妙的事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